这样我们谈谈 自治通鉴在周慎靖王四年记载的第三件大事 张仪拉拢魏襄王 我们首先需要确认一件事 张仪这个时间到底落脚在什么地方 史记有记载说 张仪在这一年里重新就任秦国总理 这个非常的合理 因为先前张仪身在魏国 心在秦 建立秦魏涵连恒同盟 一道对付东方齐国 结果秦国军队被齐国大将匡张击败 连恒同盟自然也就散了 一度被张仪压制的合纵派 借着这个机会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公孙衍和会师积极张罗合纵同盟 张仪只好灰溜溜的退隐 但是张仪在魏国逝世 并不等于在秦国逝世 秦魏文王依旧信任着他 还给他留着国家总理的位置 所以张仪虽然卸任魏国总理 但回到秦国还是总理 而且正着方针 没有半点动摇 一时的失利 并不妨碍他再接再厉 翻盘的机会并不难等 很快 五国罚起失败 出离此挺进中原腹地 休于之战 斩首八万级 震惊世界 这一仗 秦国显然是放手去打的 能多杀人 就多杀人 目的呢 不是攻城掠地 而是把对手打疼 打怕 打回到谈判桌上 这是一个战争和外交完美结合的经典案例 打疼打怕之后 军队撤了 外交官来了 该是张仪发挥口才的时候了 史记的记载 没能理清楚时间线 张仪列传把整件事安排在了 魏江王之后的魏哀王时代 秦本纪和六国年表 把张仪回到秦国重任总理的事情 放在了休于之战的第二年 发生这种矛盾 最大的可能是司马迁在张仪列传里边疏忽了 把魏惠王去世 魏襄王接班 写成了魏襄王去世 魏哀王接班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辞职通界没写 但是呢 非常值得一提 那就是齐国趁火打劫 联合宋国 按住魏国打了一顿 这个时候的齐国 齐魏王刚死不久 和魏惠王跑了一个前后脚 继位的是齐宣王 宋国的国君 就是刚刚称王的那位宋王爷 齐宣王和宋王爷 一个呢 是新军上任 一个是自我膨胀 都想放三把火 结伴去打魏国 齐国这么做 不但背信弃义 而且呢 落井下石 显得过于鸡贼了 宋国这么做 真是不知道 自己有几斤几两了 这个呢 就好比小孩子 学了几天武术 就想去高年级 打架立威了 宋国还不知道 身边的齐国 才是对自己 最有歹心的一个 站在魏国的角度 先挨了对手的打 又挨了盟友的打 而盟友当中 没有背叛的 也和自己一起 挨对手的打 结论只能是 盟友不是不管用 就是不可信 对手啊 却太厉害 打不过 结论既然有了 对策该是什么 也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张仪的到来 蛇惨莲花并不重要 无非就是顺水推舟 帮魏襄网 敲定决心而已 辞职通界记载的 张仪的辞令 是从史记和战国策 删解来的 这一类辞令 可信度或多或少 都有可疑 但文采特别好 对汉语的影响 非常的深 所以我们有必要看看 史记和战国策 记载的 魏山结版 张仪呢 是这么说的 魏国 论国土面积 方圆不过千里 论军事力量 士兵不过三十万 再看地理环境 一马平川 四通八达 没有明山大川的天险 从韩国到魏国 两百多里 轻轻松松就能走到 魏国南境和楚国接壤 西境和韩国接壤 北境和赵国接壤 东境和齐国接壤 四面八方 全得分兵驻守 至少耗掉十万人 所以魏国的地势 天然就是一个战场 连外交都很难搞 东西南北 哪边都不敢冷落 不然就要挨打 这就叫四分五裂之道 成语 四分五裂 就是这么来的 原本形容的是魏国那种 四面八方强敌环似的处境 但你可能想到当年 魏国无限风光的时候 著名的西河对话 那是中安亡十五年 魏武侯刚刚接班上任 魏武侯范州西河 沿途欣赏着自己 刚刚继承下来的 这一大片大好河山 抑制不住小激动 对同州的武器说 这样的高山大河 真是坚固的天险啊 太美了 堪称我们魏国之宝 我岂呢 不以为然 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 在德不在写 意思是说 只有德才配称为国家宝藏 天险没那么重要 从西河对话到张仪拉拢 魏湘王 时间过去整整七十年 从我们课程的进度来算 也已经走完了两百多讲 我们先不管 在德不在写的命题 是不是保质期太短 只要回顾一下魏武侯和武器的议论焦点 就能想到魏国明明不缺山河险祖 怎么到了张仪嘴里 魏国就变成了一马平川 无险可守呢 这里呢 有两个原因 一是纵横家 非常的喜欢夸大其次 为了达到目的 毫不在意 剪裁事实 功气一点 不计其余 二是魏国最重要的一段天险 真的没了 当初魏武侯和武器的对话 发生在西河 那是黄河河套南北走向的一段 确实称得上天险 武器曾经替魏国雄把河西之地 但多年来 秦国和魏国在这里 拉锯战打个不停 后来商鞅呢 用计又补了魏国主将公子昂 尽数占有河西之地 商鞅呢 正是因为这份军功 守风商务十五亿 从此才被称为商鞅 或者商军的 张义啊 继续施展雄辩 接下来分析合纵 为什么不靠谱 搞合纵的人呢 聚在一起 称兄道弟 在河边杀白马 搞祭祀 好像真能多团结似的 但亲兄弟 甚至父母子女 都会为了钱财起争执 由苏秦这种反复 无常之辈串联起来的同盟关系 又怎么可能持久呢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史记的这段话 是从战国策抄路来的 又被资质通鉴抄了过去 貌似苏秦 才是合纵的主持人 在战国策里 在张义这段长篇大论之前 是苏秦的一段长篇大论 刚好构成对称关系 一个是正题 一个是反题 旗鼓相当 都很有说服力 很适合给学生练习雄辩术 但我们的心里呢 要有一根钱 自动把苏秦的名字忽略掉 接下来 张义开始分析国际局势 说秦国最想虚弱的是楚国 而最能对付楚国的 刚好就是魏国 楚国貌似强大 其实呢 不仅打 魏国难下去打楚国的话 胜算很高 获利也大 还能让秦国开心 吃亏的呢 只有楚国而已 所以站在魏相盟的角度 把祸害转嫁给楚国 自己得享太平 何乐而不为呢 张义的原话是 嫁祸安国 此善事也 嫁祸这个词 就是这么来的 接下来 张义转而攻击合纵派 说那些人呢 只是拿一套歪理邪说 忽悠人而已 谁让这年头 耍耍嘴皮子 就能败相封侯呢 他们在乎的 只是个人从中获利 哪会真的在乎 大国诸侯的安慰存亡呢 张义最后总结陈子 说了一串很漂亮的排比句 原话是 陈门之 鸡语陈州 勋兴折州 众口朔尽 击毁效果 这是把预防针打足了 这四个短语 后来都变成了我们的成语 还都是同一个意思 形容反对意见 就算再荒谬 只要说的人多了 那么正确的意见也好 证人君子也好 就会被排挤掉 言下之意是 我张义啊 就是证人君子 是陈述正确见解的人 反对我的呢 一定特别多 但无论多么人多势众 大王 你也别听他们的 张义 关于国际局势的分析 其实完全站不住脚 但说服术的关键 从来都不是 以礼服人 就算没有张义的这番话 魏湘芒 也会重新盘算外交关系 大概率上 本来就会倒向连横 所需要的 只是秦国这边呢 递个台阶 给个姿态而已 所以魏湘芒 毫无悬念的 接过了秦国 申来的橄榄枝 这不难理解 也不难预料 而在这个 合纵事业急转直下的时刻 公孙衍和会师 还能不能全身而退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上一讲谈到 魏湘芒审时度势 放弃合纵外交 带着魏国 重归连横小同盟 这一起一落间 张义焕发了第二春 那么 合纵带头人 公孙衍和会师 究竟何去何从呢 下一页是必然的 但张义会不会痛打落水狗 要求魏湘芒 拿公孙衍和会师的人头 向秦国表忠心呢 这怎么都算是 合情合理的推测 而在那个年代 纵然礼崩跃坏 纵然尔虞我诈 纵然不断突破道德底线 但政治斗争 暂时还没有血腥到这个地步 之所以说暂时 是因为过不了多少年 就真会走到这一步了 人类社会的政治经验 就是这样 不断积累起来的 会师的结局 不很明朗 但你恐怕很难想象 公孙衍虽然在魏国被迫下野 但在国际舞台上 纵使不能风生水起 至少还能活蹦乱跳 资质通鉴 以资质为目的 忽略了这样的细节 但我们不妨从战国策的记载当中 看一看 人事斗争的这一个历史截面 这些拿高薪的职业经理人 虽然满嘴说的都是国家兴亡 但就算把国家搞砸了 也要首先确保个人利益 战国策有一段记载 截取首剧 西首见梁军做标题 西首就是公孙衍 梁军到底是哪一位 从各个方面推断 应该就是魏湘王了 这里稍微做一点前情回顾 所谓西首并不是人名 而是称号 顾名思义就是犀牛的脑袋 大约是用来形容人的勇猛 在魏国很可能被用作官职名 这一时期的西首就是魏国阴靖人 公孙衍 所谓梁军 魏惠王千都大梁 今天的开封 所以呢 魏国从子被称为梁 国君就被称为梁军 我们读孟子书里提到的 梁惠王 梁襄王 就是魏惠王 魏襄王 公孙衍在魏国做将军的时候 和田须总理 处不好关系 所以托人啊 向魏王说 大王 你有没有见过牛和马 同驾一辆车的情况呢 显然走不起来嘛 您如今用公孙衍为将 用田须为相 就相当于用牛马 同驾一车 牛和马就算累死 这个车子呀 也走不动 牛马 同驾一车 原话是 扶牛餐计 在今天呢 是一个比较生僻的成语 通常四匹马 拉一辆车 中间的两匹马 叫扶 左右两边的两匹马 叫餐 所谓扶牛餐计 字面的意思就是 中间两匹马 换成了两头牛 左右两边呢 还是两匹马 这么一安排 车子显然跑不起来 这样的比喻 算是很明智的说辞了 既表达了意见 也没说政敌的坏话 不容易引起反感 毕竟牛和马 都想拉着车往前跑 谁呢 都没有存坏心 也没有想 拖对方的后腿 只是因为天生步调不一致 这才注定彼此制约 从后面的发展来看 既然公孙岩组织合纵联盟 还把元老级人物 会师请了出来 田虚应该是被 闲置了一段时间 但没过多久 局面呀 就变了 公孙岩策划五国法寝 不但寸功未利 反而呢 被清国打了一场漂亮的 防守反击 所以 公孙岩面对的问题是 是不是自己错了呢 如果错了的话 要不要 引就辞职呢 当然 这是君子才有的思路 而如果 不那么君子的话 思路会是这样的 虽然事情搞砸了 但我啊 肯定没有错 要怪就怪有人使唤 那么 只要揪出这个罪魁祸首 让他承担全部责任的话 自己呢 就能保住岗位 津贴和脸面了 替罪羊 从来都不难找 公孙岩找到的替罪羊 就是天虚 公孙岩是这么对 魏江王说的 我对您呢 掏心掏肺 尽之尽力 但为什么 没能取得应有的工业呢 那还不是因为 天虚使唤 您还偏偏听田虚的吗 田虚这种人 您不能留 如果留他 那我呢 就只能离开您了 要么他走 要么我走 魏江王的回答是 田虚是我的宠臣而已 我亲近他也好 疏远他也好 对天下 对群臣 其实啊都无关紧要 要不这样 您不是讨厌他吗 我呢 给您面子 疏远他一点 不让他干预您的事 只要再发现 他干预了您的事 我就杀了他 或者把他赶走 您看 这样行不行呢 话呀 说到这个份上 公孙岩总不能再咄咄逼人了 于是 公孙岩去齐国拜访 进郭军田英 递接蒙月 请田英的继承人 也就是孟长军田文 代替自己来做国家总理 自己呢 离开魏国 到韩国当总理去了 从这段记载来看 我们很容易误以为 公孙岩和田文 私交不错 不过 田文后来 虽然真的接过了 合纵事业的大旗 但在这个时候 他和公孙岩 很可能不是朋友 而是对头 战国策 另有一段记载说 魏文子 田虚和周霄 关系很好 都想找公孙岩的麻烦 战国策的原话说的是 魏文子田虚 周霄相煞 这个魏文子 到底是谁呢 有人说 魏是眼文 也就是不该写 但不小心 多写了的字 删掉就好 那么文字 就是田文 还有人说啊 魏文子 这三个字 都是眼文 应该全删 我们呢 不妨保守一点 暂且采信 第一种意见 那么再往下看 公孙岩知道了三人帮 惦记着要害自己 就找魏湘王提建议说 现在咱们魏国 最担忧的是齐国 而在齐国那边 齐王呢 最听田英的话 您不妨把田英的儿子田文 请到咱们魏国当总理 这样一来 两父子一定会用 齐国的力量 来为您做事的 魏湘王 果然请来田文 就任总理 公孙岩这一招 分化了三人帮 使田文背弃了 田虚和周霄 事情的发展貌似 很难理解 按说田文 做了魏国总理 田虚和周霄 自然会一荣俱荣 三人帮实力 更强才对呀 哎 这就见出了公孙岩 过人的心机了 首先 自己在魏国 肯定要下台 反正总理的位置呢 也保不住 不如啊 早一步主动让出来 其次 让给田文的话 一来呢 显得自己大工无私 为了魏国好 不惜推荐政治对手 而且呢 替魏湘王做的那番打算 都是合情合理的 替魏国呀 缓解了最棘手的外交关系 再其次呢 位置一变 心态就变 这是人生常态 原先的三人帮 应当是以田虚为首的 田文呢 只能排在第三位 而忽然间 田文不但亲身进入 魏国本土 还一下子 坐上了最高职位 田虚和周霄 肯定是心里失衡了 诶 这是打破同盟关系的一种经典手段 即便是桃园结义的交情 只要把老三张飞安排成领导 先前的情比金监 很快就能变成人心割肚皮了 哪怕是平头百姓面对黑帮 也可以从这里举一反三 对黑帮老大 仅仅可以礼节性的尊重 对小弟呢 却诚惶诚恐 毕恭毕敬 这个就能达到挑拨离间的目标 并不一定需要搬弄是非 恶意诋毁 你看啊 微妙的态度 也可以成为绝杀的武器 在田虚 周霄和田文的关系上 田虚应该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 在魏国呢 资历最深 年纪最长 最得魏湘王的宠信 是魏国的前任老总理 周霄留下的记载不多 但他和孟子有一段很著名的对话 后世反复被人提到的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就出自孟子 讲给周霄的话 公孙衍虽然够奸 但田虚也是老狐狸 见招拆招就是了 如果你处在田虚位置 你会怎么办呢 欢迎在留言区 谈谈你的策略 我们下一讲再见 上一讲谈到 公孙衍和田虚 这两位高级职业经理人的 全力按战 高手过招 不是当街护殴 而是谋偏布局 公孙衍貌司一手贤起 却造成了新的势能 有了自动自发的力量 原有的平衡关系 自然就会冰箫瓦解 在公孙衍的拒见之下 田文从齐国来到魏国 以齐国权贵的身份 就任魏国总理 取代公孙衍 而公孙衍 虽然在魏国被迫下野 后路呢 想要早就铺好了 转身就到隔壁韩国 就任总理 这样的人事变迁 一来田文 要记公孙衍一个人情 二来呢 田文 先前和田虚周敲的盟友关系 注定没法维系 按说公孙衍在魏国离职 继任总理最合适的人选 就是田虚 在这儿呢 我们必须有个认识 在那个尔虞我诈 血雨腥风的时代 钻营到权力场 核心圈的 不可能是善男性女 那么不问可知的是 田虚一定会做出反击 问题仅仅在于 田虚已经失了先手 处在了劣势 能在哪里找到反击的切入点呢 好 我们先来替田虚分析一下人事结构 公孙衍之所以 能够说动魏乡王 接受田文 就是拿准了一件事 魏国的最大外患 就是七国 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 采取上帝视角来看历史 当然知道 秦国才是魏不保的豺狼 是魏国的头号大帝 但只要返回当时的情境 站在魏乡王的角度 看世界 结论就是反的 秦国和魏国 虽然是为了河西之地 打了好多年 但毕竟秦国已经得手了 魏国也不可能 再把河西之地夺回来了 历史包袱 可以放一放了 而且从张仪 谋划连横的这几年来看 秦国对魏国 明明一再示好 就连动手都打得很有分寸 只因为魏国不失台具 这才被秦国狠狠修理了一回 但修理归修理 完事之后呢 还不是消了气 又把橄榄枝伸过来了吗 再看齐国 处处显得特别鸡贼 无论外交还是打仗 竞爽滑头 合纵伐情的时候 只喊口号 不出力也就罢了 谁料到联军前脚 刚打了败仗 齐国后脚就趁火打劫 狠狠揍了魏国一顿 再想想 前几年打得起仗 什么 为魏救赵 为魏救韩 啊 魏国干点什么 齐国都要打压 每次打压呢 都用尽了阴谋诡计 还弄死过魏国太子 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 所以当公孙岩 把齐魏关系描述成 魏国 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这个呢 就非常容易唤起 魏湘王的共鸣 至于和秦国那边呢 既然答应了张仪 恢复连恒关系 大体就算太平无事了 今后的作战方向 会是向南 针对楚国 但求齐国 别再添乱 怎么搞定齐国呢 这些年国际社会 开始流行一种高管新模式 这是由结盟的迫切 需要催生出来的 比如张仪 以秦国总理身份 到魏国做总理 最大限度促成秦魏联盟 眼前还有公孙岩 才卸任魏国总理 就到韩国当总理去了 这就表示 韩国还是很需要 借助公孙岩在魏国的影响力 要和魏国搞好关系 所以 魏湘王聘请田文 在这一波流行浪潮里 显得相当顺理成章 看重的 就是田文 虽然到了魏国 但并不会因此失去 在齐国本土的影响力 很容易帮着魏国 在齐国呀 打点关系 走通门路 这种人事安排 听上去 优势特别突出 但相应的 劣势呢 也很突出 那就是 即便最紧密的联盟关系 也难免存在利益上的分歧 而主持大局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很难一碗水端平 或多或少 总会有点偏心 当然 人呢 坐到了那种位置 未必一定就会偏心祖国 但偏心 总是难免的 所以稍有风吹草动的话 国勋呀 就很容易心生猜忌 田虚 要想做出反击 这就是最好的切入点 战国策记载 苏代帮着田虚 在魏湘王面前啊 分析形势 这里需要简单交代 两个背景知识 一是这位苏代 和苏秦呢 是兄弟关系 但他的身世 其实也和苏秦一样 被后人各种附会 所以所谓苏代讲的话 倒也未必 真是苏代讲的 二是战国策提到各国国军 往往没有很具体的交代 比如苏代这一次的游说对象 战国策只说是魏王 我们需要从各种线索 做出推测 才能判断出 这里说的应该是魏湘王 苏代首先抛出一个问题 您觉得田文是对魏国更尽力呢 还是对齐国更尽力呢 魏湘王说 我感觉他对齐国更尽力 苏代再问 那您觉得公孙衍 是对魏国更尽力呢 还是对韩国更尽力呢 魏湘王说 我感觉他对韩国更尽力 苏代要的就是这样的答案 接下来分析说 无论田文还是公孙衍 都要借助大王您的国家实力 行走江湖 注定做不到 不偏不倚 魏国虽然衰弱了 但合纵并非不可为 您不如把田虚安置在身边 通过他来考察田文和公孙衍的所作所为 田虚和田文不是一伙人 和公孙衍也不是一伙人 所以有了田虚的监督 田文和公孙衍一定有所忌惮 不敢对大王 你生出异心 啊 你看这番话 说的是入情入理 魏湘王果然重用田虚 其实如果说魏湘王 因为齐国是田文的祖国 因此觉得田文对齐国更亲的话 却没有想到魏国是公孙衍的祖国 难道公孙衍不该对魏国更亲吗 如果反过来 觉得公孙衍在韩国做了总理 核心利益都从韩国取得 所以注定对韩国更亲的话 难道田文做了魏国总理 核心利益都从魏国取得 难道就不该对魏国更亲吗 看上去魏湘王 一律重重 天然对人对事都不放弃 先从最坏处着想 苏大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所以对症下药 用一套其实破绽很明显的话术 引魏湘王一步步上钩 我们很容易以亲夺古 拿今天的政治概念想象古人 如果真的还原到战国时代的意识形态 那我们就该体会到 当时的列强也好 天下也好 既没有帝国的模式 也没有对帝国的想象 但同时也很难说存在民族国家的概念 只有家族意识才是重中之重 国家呢 只是家族的自然拓展 所以才有儒家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逻辑 中原人民传承着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的族群意识 对一切满足 充满警惕 而对秦国和楚国的态度 却越发复杂起来 他们到底还算不算 其心必义的满足呢 事情的另一面是 老乡老乡 背后一枪 任凭怎样的同文同种 举起枪来 完全不打商量 家族伦理的约束力 也在逐渐的刁尾 想认你的话 拿你当亲戚 不想认你的话 我管你是谁呢 田文的身世 前边已经讲过 从一出生 就被亲生父亲嫌弃 只因为母亲小心隐藏 才建立一条性命 后来又凭着过人的天分和努力 击败各位逼亲兄弟 这才当上了家族继承人 很难说 对家人还能保有多少亲情 更别提对秦国的乡土情义了 田文后来 确实也不太把秦国当回事 魏襄王的担心 纯属多余 话说回来 田虚虽然保住了权位 但也不能高枕无忧 从战国策另外一条记载来看 就在田虚最当红的时候 会是叮嘱过啊 他这样一番话 您呢 一定要多亲近大王身边的人 您看 那杨柳 树枝 随便插都能活 但如果十个人栽树 一个人拔树 那就死定了 搞破坏 总会比搞建设简单的多 而您现在虽然得到了大王的信任 但想 除掉您的人 一定很多 您必须小心行事 会师的这番话 道出了权力场上的一条普遍规律 高级职位 只有那么几个注定僧多周少 注定要抢的头破血流 所以抢到位置的人 无论如何都要把国军哄住 而要把国军哄住 就必须下血本 打点国军周边的人 会是没讲的是 所谓下血本 这个血本 从何而来呢 当然 就只能贪污腐败 吃拿假药了 这是古代专制政体 与生俱来的结构短板 谁拿它都没有办法 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的盛命了 就在卫国这边 政坛老狐狸们进行着 你死我活 又不动声色的权力斗争的时候 秦国那边 正在做着战略性的惊人规划 想起究竟如何 我们下一讲再谈